字幕提供 抱歉 忘記要起步了 肌肉車的甩尾就是不一樣 特別的有力量 過彎是蠻舒服的 但我總覺得直線的速度很慢 不管是什麼彎道都難不倒柯麥羅 超酷的 這邊全部用平轉就搞定了 這速度好像還行 但感覺比起R32 還有EVO3來說 就是慢了點 這四滑過彎真的沒話說 太舒服了 欸 貼貼 太爆了阿貼 這裡為您現場來自TNG工坊的作品編號 無寬體版 動動兩洞 1158 寬體版 動動兩洞 1144 以上都已經調整好底盤 夥伴們可以直接一鍵套用 搭配改裝密碼23232 解決了高階柯麥羅 平轉會失控打滑的問題 並且優化了 甩尾過彎時的車身動態 接著附上無寬體版的調教數據 懸吊高度 前輪-40 後輪-60 懸吊清角 前輪0 後輪0 車輪輪距 前輪7 後輪4 車輪寬度 前輪0-10 後輪2-7 車輪直徑 前輪108 後輪107 再來是寬體版的調教數據 懸吊高度 前輪-80 後輪-90 懸吊清角 前輪0 後輪0 車輪輪距 前輪4 後輪-4 車輪寬度 前輪0-10 後輪3-10 車輪直徑 前輪110 後輪108 雖然說兩者調教方向差異不大 但是套了寬體 就是帥 雪弗蘭克麥羅 只要你是肌肉車迷 那就必須得入手一台 他擁有整個巔峰級數裡 最美的甩尾動態 還有著非常優秀的平轉能力 但很可惜 在目前盛行 蹭槍過彎的版本答案下 柯麥羅的上限並不高 無論是加速還是急速 柯麥羅都稱不上是前段班 因此 就算你使用了蹭槍來過彎 在相同改度的情況下 跑出來的成績 也絕對拼不過R32 EVO3 所以以當前的S3賽季來看的話 如果你是一個很在乎分數的人 我的建議是抽個0階收藏就好了 不過考量到未來趁強懲罰上限 到那個時候 柯麥羅就很有機會 能夠積進前段班的位置 抽取的建議是0階、3階、5階 如果是平民玩家 可以只抽個0階就好 以0階25改來比較的話 柯麥羅強度與手感都相當不錯 而且如果我們只看0階的部分 他的性價比其實是很高的 運動組缺車的夥伴千萬不要錯過 那麼本期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點讚加關注 並分享給你的好夥伴 我是水大 感謝你